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 英国诞生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学术团体 这个团体叫费边社 费边社的创始人 有我们很熟悉的著名剧作家肖伯纳 英国首相埃德里 内阁大臣韦伯等等 目前英国政坛的两大政党之一的工党 就是由费边社协助创立的 而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也是由费边社创办 这个学院曾经培养出很多的精英 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 经济学家哈耶克 费边社的主要观点呢 就是他们认为啊 资本主义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制度 它造成了贫富差距资源的破坏 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 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英国 但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呢 费边社不赞成马克思列宁的 暴力革命的理论 他们认为啊 社会主义啊 不能靠暴力革命 而必须采取和平演变 渐进式的渗透 比如 由国家来慢慢的掌控资源 人人都富有选举权 穷人必须要有最低的生活保障费 那么对于富人呢 就要通过征收财产税的办法 逐渐的缩小贫富差异 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 慢慢的消灭资本主义 逐渐的进入社会主义 费边社的挥镖 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意思啊 就是要用温和的 迷惑人的办法 不知不觉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费边主义呢 是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啊 一股很重要的思潮 目前在西方呢 还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用古罗马的政治家 费边作为这个组织的名称呢 那是因为啊 他们认为两千多年前 罗马执政官费边 在对付不可一世的汉尼巴时 他所采取的避免与敌人直接会战 而是用持久战的办法 蚕食对方 消耗对方 这种游击战略与费边社所追求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啊 极为契合 费边是2200年前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 费边家族啊 是罗马共和时期的名门望族 费边本人就曾先后五次担任执政官 在最危急的汉尼巴战争时期 两度出任独裁官 当汉尼巴在西班牙攻打罗马的同盟国挑起了这场战火时 费边受元老院委托率领罗马使台前往加泰基 要求加泰基政府制止汉尼巴的挑衅 并将汉尼巴引渡给罗马 但是遭到了加泰基的拒绝 在加泰基元老院费边就撩起了自己的袍子 说道我的袍子撩起来是和平放下就是战争 你们想要哪一样给个话吧 加泰基人毫不示弱的回答 随你的便 费边就放下了袍子大喝一声战争 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尼战争 又称作汉尼巴战争就此拉开许名 汉尼巴率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进入了意大利 三战三截 罗马军团成建制的被消灭 执政官战死 在此身死存亡之际 袁老院任命费边为独裁官 挽救罗马的重担就落到了费边的身上 费边分析了汉尼巴的这几次战役 认为汉尼巴是一个罕见的军事天才 和汉尼巴进行面对面的会战 只能是自找死路 但是汉尼巴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他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啊 而我们罗马是在本土作战 兵源不挤 源源不绝 既然如此 那就应该立足于这一点 绝不和汉尼巴正面交锋 而是盯住他 缠住他 敌进我退 敌住我了 敌对我追 慢慢的消耗他 这个其实也就是战争史上最早的持久战和游击战 因此费边也被誉为游击战的鼻祖 费边采取切身紧逼的战术 他率领的罗马大军寸步不离汉尼巴 但是无论汉尼巴你如何挑逗如何引诱 费边视若无睹绝不上当 坚决不和汉尼巴会战 就这样牢牢的粘住了汉尼巴 费边是个大贵族 在意大利南部有大片的庄园 汉尼巴心生一计 他就率领军队闯入这个地区 他命令部队烧杀抢掠 将附近的庄园摧毁殆尽 但是唯独保护好费边的家园 而且还派士兵急于保护 对费边的家人呢 也是虚寒问的 罗马人得知这个消息就大骂费边 认为费边你一定是和汉尼巴 有了私下交易了 但是费边从而不闻 我行我素 汉尼巴在一次行军的过程中 由于向导带错了路 汉尼巴大军误入了一条山谷 陷入了死地 费边立刻率领军队 控制了所有的出路和关口 加拿大级全军陷入了恐慌 汉尼巴急中深知 他在半夜里面 命人将军中的两千多头牛拉了出来 牛脚上绑上了火炬 点燃以后往山上驱赶 牛开始走的还有秩序 等到这个火炬烧到了皮肉 剧痛难忍的两千多头火牛 就往关口狂奔 冲散了关口守候的罗马士兵 但费边接到报告以后呢 他认为汉尼巴一贯狡猾 这黑灯瞎火的放出几千头火牛 其中一定有诈 于是按钉不动放开了包围圈 汉尼巴大军就跟着火牛终于脱险了 这件事情就轰动罗马 费边就遭到了保民官的弹劾 元老院呢 也对费边的这次失误大为不满 由于平时在和汉尼巴的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中啊 互相的都有俘虏 按照惯例应该一对一的交换 多出来的俘虏呢 你要花钱去输嘛 而汉尼巴呢 抓获的俘虏更多 但是由于元老院对费边不满 就拒绝了费边赎买战俘的要求 费边不愿意失信于汉尼巴 于是就变卖家产 用自己的钱赎回了战俘 罗马元老院决定提拔一位指挥官 授予他和费边同等的独裁官权利 那么这个指挥官呢就向费边提出 按照惯例一人轮值一天啊 轮流指挥全境 但是费边呢 拒绝了 他将军队一分为二 大家各领一支军团 分开驻扎 而被费边这种牛皮堂战术啊 已经折磨的无计可施的汉尼巴 听到这个消息啊 大喜国王 他又开始顾忌重演 开始诱骗这位新上任的指挥官 果然这位指挥官上了汉尼巴的党 他所率领的军队 又落入了汉尼巴设施的陷阱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密切关注的费边 立刻将自己率领了这部分军队 投入战场 解了有军之危 新任指挥官是死里逃生啊 他感动不已 称费边为自己的父亲 并将分离出来的这支部队 全部交还给费边 全盘接受费边的统一指挥 虽然费边战术实施以后 罗马军队再也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眼看着汉尼巴 在意大利全境烧杀强掠 入入无人之境 罗马人是怒不可遏 与汉尼巴决一死战的呼声啊 迫使元老院任命了 以激进著称的平民瓦罗为执政官 而另一位执政官呢 就是以稳住著称的贵族保罗斯 卸任的独裁官费边就找到保罗斯 再三关照保罗斯 你绝不可与汉尼巴发起会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由于罗马军团的制度 是两位执政官一人管一天啊 汉尼巴就利用了罗马的这个制度漏洞 在瓦罗轮值的这一天 诱敌之际获得成功 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 瓦罗拒绝了保罗斯的意见 将八万大军投入了汉尼巴设置的陷阱 造成了罗马空前的灾难 八万大军全军覆没 保罗斯战死 瓦罗逃脱 罗马本土军队损失殆尽 罗马面临了亡国之祸 巨大的灾难面前啊 罗马人终于意识到了费边战术的可贵之处 元老院紧急任命费边再度出山 担任独裁官 由费边全权领导罗马保卫战 汉尼巴呢 他认为罗马已经彻底战败了 按理应该投降了 但是罗马对汉尼巴的要求置之不理 而由于汉尼巴没有借机围困罗马 痛打落水口 这就给了罗马喘息的机会 费边重新组建了军队 继续沿用费边战术 不断消耗汉尼巴的实力 而常年的战争也使得罗马军团 开始熟悉了汉尼巴的战法 一边倒的态势终于出现了转机 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费边战术挽救了罗马 费边由此被誉为意大利之盾 这场战争总共打了16年 从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2年 当西匹克率军登陆北非 将战火烧到迦代级本土时 汉尼巴被迫撤军离开了意大利 汉尼巴离开意大利之后不久 操劳过度 心力交瘁的费边就去世了 享年77岁